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欢迎大家来继续学习关于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打开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社会导图 同样我们还是来预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那在上节课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PHP代码的书写规范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东西 那截至上节课为止呢,关于PHP代码书写的规范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在上节课里边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又讲了一下关于PHP代码的注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范规则 接着又给大家讲了一下PHP的这个结构 我们怎么样书写更加的书写的话更加的 就是更更加的清晰明了 第四个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怎样保证它的这个代码的一个安全性啊 项目最终上线的这么一个安全性啊 第五个就给大家再讲了一下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PHP书写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规则规范啊 好,这个就是在上一讲过程中啊 给大家重点讲的几点要注意的事项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第17讲啊 对项目实施阶段的内容的总结 那这一讲呢是主要是一个复习的一个作用 其一个复习的作用 主要是对这个在项目管理过程中的项目实施阶段啊 这个大的阶段我们分了好多个小节来给大家一一讲解 那这一节课呢就是给大家带大家再梳理一遍啊 由于内容比较多还让大家遗忘啊 我带大家梳理一遍这个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啊 我们都需要注意和嗯需要规范的一些东西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啊 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啊 刚刚我已经说了主要还是回顾一下 项目实施阶段我们要做的哪些工作和哪些注意事项 好这个是我们呃这节课的一个目的 那第二个就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在项目实施阶段的一个思维导图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IT项目管理的第三个大的阶段 也是咱们重点去讲的这么一个阶段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三个实施阶段里边我给大家分阶段 讲关于十一个点十一个点啊 就是在这个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需要注意和规范的一些东西 好我给大家大致总结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项目实施阶段 我首先呢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制度和它的一个规范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管理制度 比如说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进行保密 因为涉及到公司的机密 还有比如迟到早退 向水汇报工作等等 一系列制度需要进行制定 啊这个规范呢 就是这里用的规范 主要还想说一下这个开发代码的书写规范 比如类的命名用头方法 还是开头首字母大写啊 这个我想就是在上节课里边 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明白了 还有这个函数的命名 变量的命名 还有开发工具的使用 这个可能不同的公司要求不一样啊等等一些 而且不同的编写语言规范也是不一样的 啊这个是在第一节里边给大家大概的去讲了一下 我给大家大概的总结了一下 他们讲的哪些知识一些要点 紧接着呢在第二小节里边呢 我也给大家讲了一下跟踪这个项目的进展状况 那这里边又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 这个主要是针对项目经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应该根据 收集的信息了解项目的进展啊 及时发现拼差和问题 并及时采取纠正或预防措施啊 同时项目经理应该以信息是收集的信息为依据 向关键项目关系人定期发布项目执行状况 状况报告 我们呢一般采用如下的方式啊 第一个就是说啊 定期项目内部报告 第二个就是项目例会 这些东西 当时我应该给跟大家就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啊 这几种方式的一个操作 第三个就是面谈啊 面对面的交谈 四个就是项目管理系统通过某一个具体的这个项目管理系统来管理到项目团队成员的这个啊 每天工作的这个情况啊 项目的一个进展啊等等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小节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接着呢 我又给大家讲了第三个就是管理项目的执行状况 在这里面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呃 项目进度的偏差 我们出现这种偏差 我们应该采取啊哪些个措施啊 比如第一个分析进度偏差的原因 是不是团队内部的原因 是不是项目执行组织中的一些个原因 还是或者是或是需求方的原因 外部的原因 确定激发啊进度偏差的态度 并采取纠正的措施 还有这第二个就是管理项目的质量 我们要管理项目的质量 不定期的进行嗯项目管理管理项目质量的一个检查 第三个就是管理项目的人力资源了啊 人力资源的过多投入可能引起项目预算的增加 人力资源技能水平低于预算值可能导致这个项目质量出现问题 而人力资源不能及时的到位可能使项目延误或停滞 并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常见的人力资源都有哪些原因 啊比如说第一个项目人力资源出现不足 项目关键人员的流动 以及对项目人力资源计划的调整等等等等 都会出现这个人力资源的问题 啊这个是管理项目的执行状况 啊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具体的概呃具体的内容 啊第四个又给大家讲了一项管理项目的风险和问题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呃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问题是预估的有的问题是可避免的有的问题呢是突如其来的 这个是我在在当时给大家讲这一节的时候 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啊 什么叫做风险什么叫做问题 风险和问题带来哪些危害 以及我们怎样去预防 呃这些出现的风险和问题 对于出现的项目问题应该清晰准确的记录问题的起因 并进行归纳 把解决问题方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问题的责任归属 问题记录作为知识库 为以后项目做的提供做参考 啊这个是第四讲 啊第四个小节我给大家讲的 关于管理项目风险和问题 那在第五讲里边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管理和控制项目的变更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按照我们预期的去进行发展 总会有一点误差 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把这个误差降低到我们这个能够控制的一定范围之内 并且做好记录 这就是非常不错的了 在那一讲里边呢 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变更的产生的原因 项目变更啊的一些措施 我们应该在平常生活中怎样去做 啊我相信大家应该 已经了解了 关于这一讲管理和控制项目的变更 接下来呢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的沟通管理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沟通呢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每个人获取的信息可能都不一样 最终造成双方信息的不对称 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去沟通 因为你还得去要做项目 还得去干活 所以呢必要的这个项目沟通计划 是项目团队和关键项目关系人在进行正式沟通的依据 项目团队呢按照既定的沟通模式 定期举行会议 发送报告 传递信息等 那在这个沟通方面呢 主要包括的内容呢都有 第一个呢就是为项目团队 营造这个积极的工作氛围 举行高效的项目会议 有效的和管理层 进行交流 主动的联系需求方 进行定期沟通 等等等等这些方法 在那一讲里呢 我已经给大家讲的很明确了 那简接着呢第七讲 这个第七个应该是和在第六个里边给大家讲的就是编制项目的报告和管理项目的验收啊 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看一下就是项目经理人应向项目关系人汇报项目状况 使项目关系人及时的获取项目的真实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反应啊 项目经理应在项目的各个阶段进行项目确认确保各阶段交付物质 交付物按按制完成啊 这个想必大家都能理解 第八个就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资源产生的一个竞争啊 在那一讲里面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资源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和我们怎样去充分的合理的利用在项目中的这些资源用最小的成本完成最高利益的最高利益的一个项目 第九讲呢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的控制过程啊 这个控制过程过程控制的一个重要性 在第十讲里边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页面制作的规范啊 这一讲是我是分成上下两讲来讲的 因为它设计的内容比较多 而且我们这个专题是侧重于外部方面的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给它分成上下两讲 这样的话更加的更加的明确啊 想必同学们听的也会更加的清晰啊 同样在php书写代码书写的规范我也给大家讲了 也是分成这个两讲来给大家去讲 同样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 呃听到一些关于这个php代码书写规范的一些一些呃规规则 好那我们能接下来回到这一讲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呃讲过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是主要是带带着大家复习一遍 因为可能跨度的时间比较长啊 啊所以带带大家复习一遍 好那刚刚开开头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节课呢是一节类似于复习课 主要就是复习一下项目实施阶段啊 我们需要讲的一些我们所讲过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本章的最后一个的大的一个客户作业 第一个就是根据前几次课所讲的内容 编写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业务 或者说是部门业务的一份文档啊 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呃 我给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文档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把前几节所讲的一个内容 进行了一个汇总啊就是精简了一下 大家来可以来看一下 啊同上面的两个阶段一样啊 我们这个流程规范啊是按照标准来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这块会有这个它的一个变更的时间 这里面会有它的版本号 时间什么时候更改更新的内容更新的原因 以及谁参与了简介这下面就是目录 它的简介目的范围啊 项目实施流程阶段的事务流程啊 这几点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那几点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简介目的范围 项目实施流程的事务流程 分为2.1 2.2管理项目执行状况 等等这些东西 2.3管理项目风险问题 2.4管理和控制项目变更 2.5项目沟通管理2.6编制项目报告 以及2.7管理项目验收 那整个你把它编写成一个 Doc文档 它可能会看起来更加的专业一点 更加的也更加的科学化 方便的就是团队内部成员的浏览阅读 好 那这个只是我给给给的一份建议的参考文档 同学们呢 就是在课后呢 就是用自己的话 编写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业务 或者部门业务的一份相关文档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客户作业 第二个呢就是预习一下 我们下一节项目结项阶段 我项目的结项阶段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好 这个就是上面的两个小的客户作业 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完成 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